在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陪同下 左手拇指跟被风遮到 神情略显紧张的 惨发处长林顶超 紧急到部立基隆医院挂急诊 幸好没有对风毒有过敏的现象产生 并且拍到遮人的凶手 让医生判断 医生先开立相关药物 让林顶超服用 并且在医院观察30分钟 确认没有过敏反应后才离开 而下午返回议会时 先受到市长谢国良等人的关心慰问 因为上半天备巡结束 要离开时突然被不知名的风类遮到手 林顶超也感到非常意外 只是蛮惊讶的 因为刚刚其实市长他是蜜蜂在这里 然后我是刚刚起来 我要回进去 之后发现我的手整只 大概整个都变马的 对都变马的 然后一看哇 他大概有一次那么大的蜜蜂 就是砸在我 由于市长谢国良的备巡座位 也和林顶超座位 在同一侧的官员席 问市长担不担心被风遮呢 市长开玩笑的表示 在议会不怕被风遮 比较怕被议员定 谢谢市长谢谢 市长你自己会不会很担心啊 我不会了我不会啊 对啊我比较怕议员不怕议员 市长很爱老婆不会招问我一边 不会啊 市长不要怕议员就对了 不要怕议员 议员我们在议会怕的是议员 不是蜜蜂 前议长也是资深市议员的张芳丽表示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官员或是议员 在议事厅内被风遮 只能说林顶超太有魅力 招风影蝶 对于成为基隆议会史上第一位在议事厅内被风遮的苦主 采发处长林顶超也很尴尬 市议会大家长童子伟议长也在下半天开议前到官员席慰问关心 并且强调已经要求议会总务组在议场周遭喷洒脏脑油 预防再有第二位苦主出现 议超处长是太甜历史上第一位 有基隆市议会72年 其实不是第一个被蜜蜂叮咬的处长 谢谢议长 留下支援的 要保重要保重 你就是太甜嘴巴太甜 不会进去吧 我也忘了叫我别麦克风 对 嘴巴太甜要保重要保重 因为这个有媒体在台湖 不好意思讲这四个字 对你讲话 但是要保重 所以议长也会已经有请同事来负责用脏脑油 议会的这个议事厅 我们总务组的主任特别在来同论 刚刚特别查了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喷的脏脑油在我们的议事厅的周围 那现在每天会议结束以后也都会特别注重处理 开始之前也会在许多一边 所以基本上希望我们 许处长这个不要太甜 基本上希望我们所有同认跟许处长都可以安全 其他女性官员则是趁机向议长同指为反应 可能是靠近议事厅的厕所没有安装沙窗被封跑进来 议长表示会来研究如何改善 保障官员和议员在开会期间的人身安全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